拍那个喜剧的时候啊 就什么名字我都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原因啊 拍喜剧的时候 然后那会儿 《少年歌行》在这个赵首演员 然后好在说 这个尹涛导演还看过我的戏 还知道我这么个人 于是呢就给了个机会说 要不让这小伙子过来试试戏 然后我呢 先是跟导演见了一面 见了之后呢 每天回家甭管几点 他要看实际片段 我就带装 我把这个实际片段给他录好 一共得试了二十几次 就每天基本都要试 每天基本都要试 试了很多很多次 才把这个角色要给敲下来 对吧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们这戏没有什么大流量嘛 对吧 没有什么大流量 那除了刘老师人气高一点以外 我们其实基本上都是 要么就是透明 混了很多年 像我这样的 要么就是小透明 要么就是像熬日鹏这样的新人 是吧 就没有什么大流量 最初最初一开始 这部戏想的也是说 不要去动用流量 对吧 动用流量的话 也会有一些弊端 首先可能预算不太够 是不是 可能会导致预算不够 所以说 一开始就没打算 动用大流量 就是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演员 用一些 有一些表演功底的演员 去 去搞这部戏 但是你 但是大家仔细 但是大家现在 你应该回头一想 这部戏刚开始 定级是定级的S 是吧 现在播到S家了 可能宣传有一部分原因 但我相信这部剧 它是有一定看点的 对吧 它一定是有一些看点 就我们当时熬的那些 大日大夜什么的 一定是 一定是正确的 是吧 你演的来的星星 你真好看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别在意 你很棒 我 没有那么脆弱 我不太需要别人安慰我 我真的没那么脆弱 我看得比谁都开 就这戏怎么怎么着 我可能说 我私底下 我会跟小红他们 就是一直说 我说我呀 太愁了 这个我怎么那么难看 我会说这样的话 但我仅限于私底下 知道吧 但是你问我懂不懂 你问我明 看得透不透 我很明白 我很透 知道吧 我完全 完全不会care这种感觉 是吧 大家可以给一些 麻烦各位啊 给我一些比较客观的 一个观后感 就是说你觉得哪有什么问题 对吧 有什么问题 大家就说 对吧 你伤害不到我 你知道吗 就是你说的难听一点 也伤害不到我 我已经习惯了 这么多年 是吧 他还是需要大家一些 比较客观的一些 一些 一些建议 为啥不露脸 不露脸了 以免被人诟病 希望你跟小黄霍 有一天长地久 侯儿鹏 挺有意思的 侯儿鹏 林总前找我吃饭 这个沙青当天找我吃饭 跳耳 大石中为复活 不知道 不知道 反正所有的事情 在最后一集 都会尘埃落定 不知道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 客观评价 演员本身不错 眼神训教加强 不用再其他的 OK 蹦极 这个猜打到哪 现在弹幕多少 没到三博五的 我是说收官之前 三博五 他不能说日后 过个十年 三博五了 那我再蹦个极 那我犯不上了 是不是 对吧 他必须得是收官 当天之前 他达到三博五 那我去蹦个极 那没什么问题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收官了 这戏十年后 三博五十万了 然后你叫喊我去蹦极 那肯定不蹦了 我又不是傻子 是不是 和千诺的感情戏 太突然了 这戏本身 本身原本就是男人戏 群像男人戏 对吧 讲的就是江湖 江湖热血故事 对吧 后面转超纲 那你之前没说 那 是吧 那 毕竟不是自家地盘嘛 对吧 言都必失 对不对 我也没心思 是吧 我没心思 但是我心想添了一部这么多弹幕 九博文 熬尔蓬真的很有少年感 可不咋的 那么一会儿 熬尔蓬的二十八了 那假的我天天的跟我还跟跟我相处的时候感觉他还像个弟弟 就是有些场景老低头不和对方说话 看着难受感觉不符合常理 这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当初设计 这个还是大家一块设计出来的一个东西 是这样的 就是说 萧瑟这个人 他是一个 你看 刘欣说 不 刘欣去了 吴欣说过一句话 对吧 说这个 雷乌杰是天生玲珑心 对吧 然后他说萧瑟是这个心机太重 所以说他俩不受心魔瘾的影响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有关联的啊 为什么说后面就总是说萧瑟总是不看别人 是因为他每接收到一句 他就是每接收到一个信息 他都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分析去洞察 他不像那种就是雷乌杰 他像个猫崽子似的是吧 你说一句话 或者说你弄下动猫棒 他就看向你 他就一直盯着你 萧瑟是一个极其自主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极其依赖自己世界的这么一个人 就是你跟他说点什么东西 他立刻就会带脑子里面去回想 然后去想解决办法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说给大家感觉就是说 他总不看人 其实不是 是因为这个人他跟他说了什么事之后 他就沉浸到自己的世界里面去了 你要不信的话 你就自己去翻一翻 比如说萧瑟雷乌杰或者说天洛他们这帮人 在私底下就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恶性事件 或者说比较严肃事情的时候 他还是状态还是很放松的 但是你看后面几集 为什么说你总说萧瑟不看别人 是因为一若一跟他说点什么事 基本上都是超纲上的事 就很严肃的事 对吧 很严肃 很需要大家一块思考 他就会说沉浸到自己的世界里面去想 那这个事应该怎么怎么找 怎么怎么找 对他是这样的 对对视容易被看穿 你不想被人看穿 就是也没那么高端 反正这个的确是设计的东西 好吧 这得跟你们解释一下 是吧 因为少年歌行这部戏 你说实话 你不能用以往的那种演法 去诠释他 对吧 他不是 而且你演的又是这么一个 就是心思缜密的人 对吧 心魔隐都影响不到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他不能用常规的那种人物理解 去理解这个人物 对不对 其实我当时 在这个少年歌行播的时候 原作作者 周末南老师 每天还给我发消息 说哎呀 李老师这个 这个这个萧瑟演的真的不错 怎么怎么着 怎么着我特别喜欢 我当时就心想 我说原作作者都能接受 我为什么有些人 他就接受不了呢 对吧 后来想想其实也正常 还是理解 还是明白 是吧 讲讲宫女女装 这没啥好讲的 感情戏有点不投入 感情有点冷 这个我想 我想你应该说的是 萧瑟和雷乌杰 还有司公仙乐 得知唐莲死讯的那一刻 就是说萧瑟 没有展现出太多的波澜 这个东西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场戏 我们当时在现场的时候 沟通过 就是说 OK 我们先一个一个人来敲板 刘杰要哭吧 要哭 真性情的一个人 他必须得哭 千诺要哭吧 他当时没有哭 他也是后面 就是说一个人 突出偷偷摸摸的流眼泪 那为什么说萧瑟没哭 重点啊 这是一个重点 我给你讲解一下 为什么啊 因为萧瑟相当于 因为萧瑟是天启四守护的 主星谷 对吧 这天启四守护 为什么会存在于是 就是说 这天启四守护 唐莲 千诺 雷乌杰 还有那个积雪 都是为这个人服务的 都围绕着这个人 对吧 那当时 只有萧瑟和雷乌杰 还有千诺在场 OK 他们得知这个消息 为什么说萧瑟不能哭 因为萧瑟是这帮人的精神领袖 你懂吧 萧瑟是这帮人的精神领袖 谁都能蹦 萧瑟不能蹦 好吗 谁都可以说 去去这个展露自己的情绪 可以极端的情绪处理 这个雷乌杰可以哭 蹲在地上 嚎啕大哭 没问题 因为他是雷乌杰 但萧瑟不能 萧瑟不可以哭 他是精神领袖 他哭了 士气就低沉了 他必须要站在一个老大哥的位置 抚摸着雷乌杰肩膀 跟他说 说兄弟 这事 非常坚定的跟他说 一点波澜不能有 跟他说 哥们 这事 这仇 我背了 对吧 如果说 那你其实大家如果想一想 如果说 雷乌杰跪地上 跟他 师兄怎么哭 流眼泪哇哇的 然后萧瑟这边 也是眼泪哇哇的 哭乌唧唧地跟雷乌杰说 兄弟 大师兄这仇 我背了 就不对了 就不对了 知道吧 这个东西 我们当时还在现场沟通过的 就是说这场戏 我当时跟 我当时就是也想说 我想流眼泪 我想爆哭 我想稀里哗啦地 跟雷乌杰抱在一块哭 不行 我当时也不理解 我说那人经历 这么大的大起大落 为什么不能展露情绪呢 就是不行 因为为什么 因为萧瑟是精神领袖 他是主心骨 你想想好家伙 萧瑟要是崩了 那这帮人怎么办 溃不成军啊 对不对 然后这个倒是被大家诟病了 我 是吧 可能人格有个人的理解 反正就是说 作为创作者 肯定想的还是说 想的比较深 是吧 可能大家就比较喜欢看那种 就是说你这场戏 你该哭 你就是得哭 怎么怎么着 怎么着 不管你什么样的心境 我也理解 对不对 但作品这个东西 还是要摸着自己的这个 摸着自己的这个心 问问自己 这场戏该怎么演 是不是 哥你什么时候卖货 我还卖不了货 我不是那块料 说实话 我真不是那块料 但是大家 但是大家如果说 注意到细节的人 可以看到 就是说 后面千金台那场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千金台 萧瑟 这个把那个大石头露出来 上面不是写了个 那个机电的电子吗 我忘了写的是啥 反正我记得有那么个大石头 然后这个 把这个雷骨节的那个剑 啪抽出来 在那哒哒哒哒哒哒哒 嗑字 是吧 嗑字的时候 是有一些情感流露的 但是那个情感也要收着流 为什么 因为大家想想 下面啊 千金台下面 坐着都是什么人啊 对吧 国师 国舅 皇子 朝堂百官 那个朝堂百官 对吧 天启权贵 全都在那个天启台 你这时候萧瑟 你要是泰山崩于前 你要做不到面如 面这个面如改色的话 你这个 你就镇不住这个场 对吧 当然萧瑟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就是要通过这场宴会 告诉大家 他回来了 但是只不过中途 我要把这场宴会 变成祭奠我哥们的 这么一场 一场仪式 对吧 刻字说 啪啪啪啪啪 把眼泪 有那么在眼睛里面 就是说不太往外漏啊 不掉下来 啪啪啪啪啪 刻完 跟大家 说完这事 都攻犯 嗯 那你说当时 萧瑟要是 刻完字 站在那么多人面前 大家看到了会这么觉得 你狼牙王回来 也不过如此 幕后挥手就会觉得 原来我把汤莲 把汤莲做掉真的会影响到你 你萧楚河不过如此 有些东西并不是说表面上看的 人去了 就一定要哭泣什么的 是不是 真是这样 兄弟们 不是给自己找推图 当然这是从我的理解点去出发 可能有些观众朋友就觉得接受不了 那你这个时候 你怎么就能这么坦然 你怎么就是 对吧 因为他生活中 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他并不理解你 你这个东西 就是你这个人物在此时此刻 这个表现为什么会是这样 对吧 他这个人物啊 就是这样的 泰山崩溢前 必须要做到面不改色 一千个人心中 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个人心中 一千个小色 是这样的 那演员和这个剧组的作用 就是把大家的这个形象收集起来 去整合出这么一个 大众能接受的这么一个角色 那至于这个 这个角色的深浅 就要因人而异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之前总强调 好的评论 坏的评论 我都接受 对吧 嗓子咋了 甜甜太干了 你适合堆脸牌 什么时候在演校园剧吗 校园剧我就不考虑了 你想想这个 过完年 本命年一过 25岁了 是吧 25岁也是个老家伙了 啊 我不是说各位啊 我就说我 就作为演员来讲的话 25岁我岁数大了 我演不了校园剧了 是吧 就岁数大了 确实 然后这个 跟大家说个 跟大家说一个 说个说个事啊 可能后面 505交气会紧接啊 这个 就是点到为止 505交气可能会紧接 但是 那个戏呢 制作也不是很大 就是说宣传的话 我当 我就想着说 我就自己 帮那个戏出出力 宫女女装 哭唧唧的片段 怎么删了 我也不知道 哥50改名了 是吧 叫505 有侠气了 是吧 略有耳闻 这几个粉丝群 哎呀 不见了 这个 人多嘴杂 容易起争执 剧情怎么样 哎呀 就图一乐 看剧这东西就图一乐 就图一乐就行了 哥恩怎么不露脸 这个 哥不太敢露脸 这个宣传 尤其现在播 这个剧在播的时候 言多必失 这万一被截出去了 是吧 也不太好 你的肖色太帅了 帅是真的不敢当 就是说 在这个 在这个比较寒冷的季节 能让大家有个剧看一看 而且这个剧呢 也不是我一个人 努力的成果 是一个群像戏 大家其他的演织人员 都是好样的 是吧 哥我听见 打我机的声音了 哎呀 看破不说破 你说没起头 不是 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这个不露脸 就纯纯是因为 以前不直播 就是言多必失 言多必失 你再让面目表情 管理不到位的话 被一个营销号 截出去就不太好 是吧 他们又不是说 我说哥们们 你们能不能别 遁我直播间 能不能别遁我的 这些片段 然后发到别的地方 这样对我不太好 他才不管你 三千二十一呢 对不对 那营销号 他不管你三千二十一呢 对不对 他拔不得你死 对不对 后期装造台给你了 这部戏真的用心 是的 双金克星这部戏 说实话 真的很用心 只是说可能 选角有的时候 没有达到 没有达到 大多数路人的 这个标准 所以说 会有一些差评 这都很正常 以后要拍大制作 哎呀 我跟你讲实话啊 家人 这不是说我想就行的 对不对 这不是说咱想就行的 是吧 不够看哥们 还有七集 马上就播完了 啊 后面就是集体 后面就是一整个大高潮了 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今天更新不更新啊 今天 今天周四应该更新吧 哥你真的不看看 三天刷了五万弹幕啊 别来 有点害怕 说实话 我还没蹦过去 啊 比较害怕 哥 大家想什么时候嘎 这不能说呀 哥 这关于剧透 咱都不能说呀 是吧 我只能说快了 啊 快了 周四周五各一集 是吧 比我都懂 以后和尹涛导演 还有合作吗 这东西看缘分呗 对吧 看缘分 尹涛导演是一位 他是那个 就是在拍戏的时候 他觉得你合适 你才能来 他并不是说看你多火 多怎么样怎么样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角色 你合适 OK 那我找你 不合适的话 你就想都别想 那种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三天五万弹幕 祝你 祝你梦想 谢谢各位 谢谢 有那个功夫 我还是觉得 大家别发弹幕 没必要 没什么必要 是吧 这个希望各位 别不用 就是说 现在直播间 可能就五千多人 是吧 各位呢 也不用去为我 鸣不平 因为群像系 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大家好才好 不能说我一个人 就包园了 那样也是对其他 演织人员的不负责 是不是 弹幕是聚热度 怎么没必要 因为如果是太高的话 我就得蹦极了 真不必啊 兄弟们 我的梦想并非蹦极啊 大可不必啊 谢谢兄弟们 哥哥 你自己演的 剧你自己看吗 我会看 但是说实话 剧情什么的 我都知道 我都了如指掌 所以说 我以为大概看一看状态 引导导演的 简易之下 是你的一男平 引导导演很有才 很有才华的一个人 他是现在 导演里的顶流了 人家是真的顶流 很棒的 删减的16集 能播出来吗 这个东西 写了多少集 就是多少集 不会多也不会少 想看哥 一个人打戏很多 人是很厉害的角色 建议回 建议去考 那个考古一下 建议考古一下 大可不必啊 大可不必 助理我的梦想 还有高光吗 在现在你看 这个 这个篇章叫做 血战天启篇 是吧 这不用我多说了吧 这是主场了呀 对吧 你看前面 呃 是雷乌杰的主场 呃 唐吴欣的主场 唐连的主场 都都有过了 那后面 就是肖色的主场了呀 天启啊 对不对 天启城啊 皇宫啊 对不对 华剧能 更新快点嘛 这个建议兄弟们 去官博下面留言啊 我 确实是 没有什么话语权 胖胖胰 确实 这个最近 是胖了那么一点点 啊 但是我现在在努力的健身减肥啊 你能上个综艺部桃花屋那样的 不太善与人交涉 啊 这不是我的强项 我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 打孤建仙 场面大吗 特效多吗 他收尾的戏啊 兄弟 点到为止啊 他收尾的戏 我就这么跟你讲 收尾的戏啊 不多说啊 反正我在那地儿待了七天啊 不多说啊 什么时候倒立洗头 我不是倒立洗过头了吗 我心思 可喜欢看你的综艺场面了 哎呀 那都年轻的时候 现在确实是 社恐 确实是社恐 三观就会随风生 不聊以前的角色 就聊聊现在 少年歌行这部戏呢 我觉得 目前来讲还 还不错 超出 也没有说超出太多预想吧 但是还是 有一些让大家惊喜的地方 啊 就是说 去年 二零 哎 把对 我记记记记 啊 前年 二零二一年那会儿 杀得清吧 我记得 对 这才过了一年 这席就上了 嗯 少年歌行准备大火 还有七级 还有七级 准备大火 二零二零二十五 二零二十五 还有七级 准备大火 嗯 Good Good 这部剧优酷肯定是赚了 没什么大流量 还播的这么好 那咱也不知道吧 是不是 咱不懂啊 眼国民少帅吧 我现在其实 我在想自己以后的戏路啊 我可能不会再去接受那种人设 就是说啊 爵士美男什么什么 这不太适合我 你知道吧 啊 确实不太适合我 我好像就 不行 啊 不太不太行 在这个颜值方面 不太行 啊 会和Oracle二搭吗 那看 看缘分吗 看缘分吗 不你就是 绝世美男 这个是 大家给我套上的一个滤镜啊 确实是滤镜了 有点嘎吹了啊 兄弟们 确实有点嘎吹了 下次是搞笑男 我试过了 只是可惜 那部剧被下架了 啊 我试过了 我当时也挺搞笑的 说实话 咳咳 咳�� 咳 咳érie